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酒吧新闻台 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早上11点播出的明义uncore节目 我是肝胆肠胃科肖敦仁医师 那今天节目呢在YouTube同步有直播 那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在 News酒吧YouTube频道留言 询问相关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节目是采用是直接 我们今天就没有call in 那我们把一个问题呢 想要讲清楚 我们今天呢想要说的题目呢是 肝病耗发于秋天吗 这个问题是最近我常被病人问到 但是有一句话是确定的 叫做铁太多会伤肝 这是在生物医学上已经确定了 但是秋天是否真的肝病比较多呢 我想今天花一些时间 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来做一次复习 那当然最后会提到一个养肝的试法 因为中医也一直讲说秋天啊 真的要好好的保养肝脏 以免说在秋天因为精气剩 因为铁太多去伤到肝 那到底要怎么养肝呢 我们今天花一些功夫 来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当我今天上这个节目呢 因为今天要讲肝病 也把我们的小心肝给带来了 待会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个模型呢 是我大概平常在肝胆科 我们看门诊的时候 会用来解释给我们的病患说 你的肝究竟属于什么样的阶段 好 那我想先说一下这个秋天 真的肝病比较多吗 那因为各位我们现在在9月4号 那从上个月也就是8月8号 就是父亲节那一天就立秋了 那秋天以后呢 精气确实就比较盛 那秋天真的肝病比较多吗 我先讲一个病人的故事 大概就在8月中旬 有一位45岁的工程师 男生 那我那天下午2点要看诊 那我是提早大概12点钟就进诊间 我进诊间 一进到诊所 就被那个男工程师就抓住了 因为他很早就来了 他就小声的把我拉到旁边跟我说 小医师 你们的肝病味道是跟我说 我的胎癌蛋白升高了一些 这样是不是就是肝癌复发了 因为这个男生呢 大概在三年前 他因为他本身有B型肝炎 然后看到一颗肿瘤 我们被他被我转介到医院去 医学中心去接受 等于是做一个外科的切除手术 那切除之后他非常的乖 因为他怕 他真的怕复发 所以他每个月呢 都会回到诊所来做一个追踪 抽血 包括做超音波 那等到 好他这样跟我讲 我说你别急别急 我待会看一下数据 同时做一下超音波再跟你说 那等到我两点开诊的时候 那我真的超音波先帮他看一下 我一看 本来上一次 在因为 有肝硬化跟肝癌的病人 大概三个月会做一次超音波 那我上一次曾经做过一次超音波 没有多久 没有没有多久 大概两个月左右 那看一看一看一看 本来看到一颗像血管流的东西 上两个月前是2.5公分 这一次再一看 到了2.7公分 那我就吓一跳了 那这么短的时间长这么快 那再看向他的胎儿蛋白 胎儿蛋白确实是忽然间冲高起来了 那长的速度真的有点快 因为一般真正的血管流 他要长一倍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需要七年才长一倍 但是反过来讲 假設是肝癌的话 他长一倍的时间 大概四个多月就长一倍了 所以完全不太一样的表现 那他一直问我怎么办 我说不要急不要急 我们一样赶快 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先想接下来怎么处理 急也没有用 我们再找肝脏外科医师协助 或许要再开刀一次 他很快就问了 那我需要换肝吗 我说你想太远了 我们先再找一次外科医师 看他有什么样的建议 好 那这个病患 因为在没有多久之前 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假设在YouTube上的朋友 就可以看得到 在上面的这个图呢 它本身就是我们讲胎儿蛋白 胎儿蛋白也就是 我们是否有肝肿瘤的一个指标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20年 就是三年前的1月份 他的胎儿蛋白原本都2点多 忽然间升到13点多 往上冲到20 最高到90 到90 那这个时候我们赶快 让他转去医院 因为看到一个肿瘤 他就切了 开完刀以后都下来就很顺 这三年来胎儿蛋白都维持在1点多到2 结果这一次到8月3号 这次叫冲高到11.4 虽然正常值在13.4以下 可是这个冲高 就是这个数字 让我们的卫教师提醒他说 你的这个数字冲高 所以你只要系列系列去追踪胎儿蛋白 这个肝癌的指标 它就是一个很好的indicator说 来告诉你 有一个指标 告诉你说 你会不会 本身肝肿瘤有复发的情形 好 那在左下角这个图呢 就是我们这是在超音波看到 他到诊所那一天 我们直接看到说 哇这个肿瘤现在目前从 2.5公分 长大到2.7公分 好那这个将来就非常的紧张 那更重要的是 这个是我大概7、8月份 看到的第三例 这三例都是这 两、三年内 他由我诊断肝癌去开完刀 那好好的在肝胆科门诊 在我门诊追踪 然后就复发了 那昨天晚上还有一个病人也是一样 他就是 当然他现在因为他到外科以后呢 这次他没有接受开刀 但是他回来告诉我说 外科医师让他开始做一些免疫细胞疗法 同时做一些标靶治疗 因为他已经有点转移出去了 骨头上面有一点点癌症细胞 所以不开刀 他用这种免疫细胞疗法 好那目前状况还不错 总之来说这三个病人 都是之前开完刀 他非常的乖 他固定三个月都回来做一次超音波 所以找到的肿瘤都还很小 都只有两三公分 那这样在处理上会比较方便 所以无问如何 事实上我就是提醒大家 在秋天就是8月9月10月 大概这个部分 8、9、10、11 大概这个秋季的时候 因为精气比较盛 那可能会伤到木 而我们的肝脏本来就是属木的 所以要小心肝 小心肝 那这种病患你一定要去做检查 就是假设你本身有B型肝炎 你有C型肝炎 或者你的肝功能异常 你已经很清楚知道自己肝功能异常了 而你又很久没有抽血了 没有做超音波 拜托拜托 在这边真的 我们在节目上在提醒大家 假设你有以上最少这三种状况 请你现在赶紧去预约你的肝胆科医师 要赶快再做一下超音波 因为肝病真的比较容易 在这个时节来发生 好 那这个接下来我们大概提到说 我们在过去节目在每一个节期 我大概跟大家提这一张 木火土金水 木火土金水这个 我大概没有 没有多久之前 大概两个礼拜前去上了一个电视节目 那同台的还有一个中医师 结果一开头 主持人就问我说 那个为什么那个秋天肝病比较多 我就开始讲金科目 那中医师又抗议说 那个肖医师你绕过界了 为什么西医在讲中医的事情 其实这就是一个统计 就是一个统计 统计起来就知道说 秋天确实是比较容易 那所以不管中医西医 其实都看法都一样 都一样 在秋天的时候就是金气胜 而这个金气 金在我们体内讲什么是金 最多的重金属在体内是什么 就是铁 所以当你铁太多的时候 它就是会伤到肝 因为肝就是属木的 那生物学上怎么解释 是因为我们人体的铁 它大部分会积在骨髓 那第二个地方就是积在肝脏 那铁那么多积在肝脏 那我们又知道一件事情 铁跟我们身体的自由基 有绝大的关联 铁太多 因为它两架三架铁的转换 会产生自由基 而这个自由基是伤肝的 所以你铁太多的时候 当然你的肝就会受伤 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 那金多就是会伤到木 铁多就会伤到肝 那这个我在这一次秋天 在这个9月份 再跟我们所有的我们听众朋友 再提醒一次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肝病三部群 我们刚讲说 金太会伤肝 伤了肝以后 它第一个表现通常是肝脏会发炎 那发炎有很多原因 铁太多只是原因一个 那另外你会不会是喝酒也会啊 B 吸肝也会啊 所以肝炎有很多种 那肝炎呢 它你都不处理它 久了肝脏会硬化掉 那硬化了以后你不处理它 可能每一年就5% 可能就变成肝癌 当然还有一些B型肝炎的病人呢 他是 他没有经过肝炎的话 他直接就产生到肝癌 也有可能 这所谓的肝病三部群 那我们这个图其实就很清楚了 这个模型 这是正常的肝 正常的肝 肝脏表面是非常的平滑的 那等到有一天 你只要一直发炎一直发炎 久了 肝酱就会有点纤维化 变成的缭缭啦 粗粗的 粗粗的 那再过来的话 可能就更粗一点点 这个就叫肝硬化 那肝硬化再不理它 你真的每一年有5到10%的机会 这个一颗一颗的 就是肝肿瘤 那等到这样真的就来不及了 我们要处理就是 一旦肝脏发炎要赶快处理 你不理它 你不要让它走到后面 走到后面整个器官都受到破坏了 你要再复原就很难 所以一定要在肝炎的时候就处理 这是因果关系 你要在有这个因的时候赶快处理 才不会产生这个我们都不喜欢的果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图 因为有时候看这个模型图 就这么简单卡通图带过去 那在YouTube上的朋友可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们在教科书上会有一个很典型的 可怕的肝硬化 那肝一样 左上角的图就是很漂亮平滑的肝 那到了左下角就是像苦瓜一样 肝硬化好厉害 一颗一颗的 像苦瓜凸起来 那肝硬化对人体产生的问题 像我昨天才一个病人 他是他本身没有 他本身是C型肝炎 C型肝炎他已经是肝硬化了 那肝硬化因为他每次刷牙就会流血 也就是肝硬化以后他会产生什么问题 凝血功能变不好 他血小板没有特别低 可是他的 因为肝脏制造很多的凝血因子 他的凝血因子不够 所以他每一个月要来打一支的Vitamin K 打Vitamin K让他凝血功能改善 所以肝硬化的病人 假设没有做这个事情呢 他就容易会出血 动不动碰到个瘀青 那另外也容易有附水 附水 就像我在今年年初过年那段期间 有收到一个病人 他不是BC肝 他就是喝酒 因为过年的时候 不小心又把酒拿出来喝 结果整个附水 好厉害啊 到现在肚脐还凸起来 那另外是这样的肝硬化的病人呢 也容易造成眼睛会黄胆 甚至于更严重的话 会干脑病变 然后人会 Mase Mase 就是讲话语无伦次啊 那人就不太清醒 那甚至于很多节目会喜欢讲说 当肝硬化的时候 容易有所谓的肝脏 就是肝脏的大小鱼剂肌 这两个大 就是大拇指跟小拇指的这个地方 大小鱼剂肌会变得很红 那这个还有一个 前胸可能会产生蜘蛛痣 那其实这个都是因为肝硬化以后 你的肝脏没有办法把女性荷尔蒙代谢掉 而这个女性荷尔蒙太多的时候 它就会去让微血管扩张 那一扩张的结果 就是手会红红的 然后我们上半身会产生蜘蛛痣 这些问题 都是肝硬化所造成的 那还蛮困扰的 所以我们一定不要走到 这个肝硬化的地步啊 我们在前面就赶快处理掉了 那一旦产生肝癌 那当然就更麻烦 产生肝癌的话 通常就是能开刀就开刀 不能开刀才会去做所谓的酸塞 或者是化疗 像我刚刚讲的 昨天晚上来回诊的那个53岁的病人 他为什么不帮他开刀 是因为他已经转移到骨头了 转移到骨头就没办法开刀啊 那所以假设能开的话还是以开刀为最好 那YouTube上的朋友可以看到我这张图 左上角那张图是我的老师 许金山教授 这样算起来应该是40年前 他的病人 那个时候他测起来 这颗肿瘤测起来才1公分多 那20几年前他老师跟我们讲说 这个病人还活着 那现在已经过了40年了 那我自己20年前学成以后 我变成肝胆科专科医师 那我回到医院去 我之前在就是卫福部的桃园医院上班 那是不是有一样的病人呢 没有错 我这边讲说一样肝癌两样勤 YouTube上朋友看得到 左边这个有点血淋淋的这个病人 是一个2公分的肝肿瘤的一个陈老师 那么他切下来的时候 这个肿瘤就有2公分 到上个月他还带着他的儿女 回来做BC肝的追踪 到今年刚好25年 所以肝癌是不是绝症 其实不一定 只要你是固定追踪 你非常的定期的追踪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很小的肝癌 所以小肝癌是3公分以下 3公分以下你就可以好好的开刀 开完以后你固定追踪 像他就没有问题 当然像我刚刚节目一开始讲的 那三个那三个都男生 他们开完刀以后 还是等于是复发了 那当然是我们比较不想看到的状况 好那你只要有 另外有一半的人是运气比较好 他就没有复发 只要固定的追踪就可以 好那像我这个图上的右边的这个case 他也是逼肝 只要他在20年前那个时候 因为他从来不追踪的 他一看到肿瘤就好大颗 就10公分 因为他是肚子胀胀的不舒服 一看就是10公分 最后没有办法 在当时大概20年前 当时由直系新属来捐肝 那个时候国内法令还没有通过 结果他只好跑到对岸去换肝 很可惜换肝成功 然后两个礼拜后死在北京的医院 那这个是因为肿瘤实在是太大了 他没有办法开刀 只好做这样的选择 所以我说一样肝癌两样型 其实就是取决于你是否有固定的追踪 一般PC肝就是半年要做一次 一定半年要做一次追踪 你才能够看得清楚说 到底你现在是不是产生了有硬化了 或者已经产生肿瘤了 有的话我们就赶快做好的治疗 好 那另外再来我们接下来就讲 刚刚讲肝病三部曲 从肝脏发炎到肝硬化到肝癌 我们还是回到最开始 肝功能正常 会不会罹患肝癌呢 有些人肝功能是好好的啊 他可能就已经有肝肿瘤在那边了 这个是一个还是圈内人 我们有一位同行也是一位医师 他虽然不是肝胆科医师 他自己本身也是医师 他也知道自己是B型肝炎 然后他就是每半年他自己会抽一次血 他说他GOT GPT正常 可是一样 他有一次觉得右边右上腹不舒服 就超音波拿来自己扫 10公分的肝癌 然后没有多久他就走掉了 这个我想 这个日期上记得非常清楚 是民国88年 这位医师我还认识他 这是我们看到这种消息 其实后来知道说他走掉 我们都觉得很惋惜 很惋惜 好 所以 第一个结论告诉大家 我刚刚讲既然说肝功能正常 还是有可能罹患肝癌 请问你如何确定自己没有肝病 这个是很多朋友在整间很喜欢问的问题 你怎么确定自己没有肝病呢 我告诉大家 你一定要做三个检查 这三个检查缺医不可 今天我们news98的听众朋友 你听到这件事你一定要记起来 记起来 三件事 第一 你一定要抽血验一下自己GOT GBT正不正常 这个就是看看肝脏有没有发炎 有没有发炎 那第二个 你一定要抽血验有没有BC肝 因为目前为止台湾的肝癌大部分 八九十percent还是都是BC肝造成的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你有没有B肝或C肝 好 第三 你一定要做一个超音波检查 还有抽血测胎儿蛋白 这个就是我一开始讲 我刚才讲说那个年轻人 四五十岁 四十几岁的工程师 他說他的肝癌指標上升就是這個胎兒的蛋白 所以超音波跟胎兒蛋白就檢查自己有沒有肝腫瘤 所以三個檢查缺一不可 絕對不可以 因為一般的體檢就只會測GOT GPT 那很多人就會說我肝功能正常 那他就覺得他沒問題 他就不來做超音波 可是你會這樣子會耽誤到自己 因為有可能就像剛剛那個內科醫師一樣 他GOT GPT正常 可是他卻一個腫瘤10公分長在那邊 那這樣就會很惋惜 所以三個檢查缺一不可 第一GOT GPT測試看有沒有發炎 第二一定要確定自己有沒有鼻吸肝 第三你一定要做腹部超音波 跟胎兒蛋白的檢查 以確保說自己到底有沒有肝腫瘤 這三個檢查很重要 好那什麼叫做肝功能檢查 肝功能檢查 好那我們可能要先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大概廣告回來 好再繼續我們今天講的肝臟的問題 歡迎回到酒吧新聞台 明醫UNCORE節目 我是肝膽腸胃科蕭敦仁醫師 我們今天就是把秋天是否容易得到肝病 好那把肝病的防治問題 我們利用這個時間做一次比較清楚 比較徹底的一個說明 讓我們所有聽眾朋友知道說 你如何去在這個秋天的時候 如何去處理自己的肝臟健康的問題 好那我們所謂的肝功能檢查 我剛剛講說你要確定自己有沒有肝病 一定要三個檢查都做 那一般第一個講肝功能檢查 都是測GOT GPT 那這兩個數字我們常講說 它叫做肝功能 其實它叫做肝臟發炎指數 也就是它GOT GPT越高 就表示你的肝臟發炎越厲害 那另外一個叫做GGT 叫γGT 這個數字呢 這個數值也是一種肝臟發炎指數 但是一般我們叫做喝酒指數 因為喝酒多的人這個數字就會高 另外有時候膽道酵素 鹼性磷酸酶或膽紅素 這些跟膽道比較有關的 但是一般都是GOT GPT 這兩個數字最重要 但是記得剛剛就是講 即使這兩個數字正常 你也可能已經有肝腫瘤了 因為很多肝陰化跟肝癌的病人 GOT GPT是正常的 所以GOT GPT有高 一定要處理去檢查 去看看到底什麼原因高起來 但是你不能說GOT GPT正常 你就確保說你自己一定沒有肝病 不能這樣說 好 那所以GPT高異常你該怎麼辦 這個是我們在門診或大家拿的健檢報告 常常碰到的問題 糟糕我提檢GPT異常怎麼辦 好下一步請各位聽眾朋友 你這個時候趕快去找肝膽科醫師去查原因 確定病因去確定診斷 因為GPT高最少10種原因 我們待會說明 那絕對不可以只吃飽肝片 因為每一個不同的原因 它的處理方法都不一樣 不同的原因就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好然後過一段時間再抽血追蹤 你一定要等到GPT恢復正常 那麼這個事情才告一個段落 就是你今天體檢 你去做體檢只是手段 你要健康才是目的 你的目的是說有一天GPT會恢復正常 所以當你看到說你的GPT高的時候 那你怎麼可以不理它呢 你只要不理它 你這個體檢就白做了 再講一遍 體檢只是手段 健康才是目的 我們的目的就是希望你的GPT能夠恢復正常 所以看到你的肝功能GPT高 一定要追查到底 那追查到底 追到原因的時候把原因去除 那你的GPT才會恢復正常 那假設說 醫生最後判定說你這是慢性肝炎 例如說你是B肝你是C肝 那你就要定期追蹤 定期喔 因為你可能GODGPT是正常 可是你BC肝病毒還在體內 你就要定期做檢查 一般來講半年一定要做一次超音波 那也一定要抽一次血 剛剛講的那些三個步驟都要做 GODGPT要測 然後肝癌指標的胎兒蛋白要做 一定要做超音波 一旦你確定是BC肝 這些是每半年都要做一次的 所以各位聽眾朋友 你假如BC肝多久沒去做檢查啦 在這個秋天趕快預約去做一下檢查 好那我們就來談一下 GPT高有10種肝病 10種喔 所以你看到GPT高最早可能你有10種原因 那你就要去查查看 第一個就是B型C型D型肝炎 BCD型這肝炎它是屬於體液交換 就是刺青紋眉穿耳洞 甚至於說性行為這個會傳染 親密接觸或者是用刮鬍刀 不小心共用刮鬍刀去弄傷了 都有可能只要是體液交換 第二個是A型跟E型肝炎 這個就是屬於飲食傳染 所以是現在假設你在餐飲業工作的話 那麼每一年體檢它都要求你 你要提供A型肝炎的報告 因為它怕說你假如是急性A型肝炎 那你就容易會被等於是傳染給 你在處理食物嘛 怕你會傳染給別人 好第三個是屬於代謝性的問題 剛剛ABCDE是屬於病毒性 再來代謝性就是我們講第三個 這個是脂肪肝 這個是最常見的 脂肪肝大概除了BC肝以外 B肝台灣人大概15到17 那C肝2到4% 脂肪肝已經到達1%了 三個台灣人 三個台灣成年人有一個是脂肪肝 比例很高了 好 再來第三大類叫做化學性肝病 剛剛是病毒性 然後代謝性 第三大類就是化學性 也就是你去接觸到一些化學物質 例如說你喝酒了 酒精肝 這喝酒過量很容易 那第五個是藥物性肝病 你吃了藥很多藥物體質不合適 例如說你吃到一些抗黴菌的藥 像香港角的藥 那香港角的藥 它會造成肝臟發炎的比例還不低 大概10% 所以要很小心 那當然你是不是醫生開錯藥 那不是 只是你體質不合適 所以我們常常還有一個是常見的 除了剛剛講的這個香港角藥這種抗黴菌藥以外 就是膽固醇 降膽固醇的藥 也大概10%的人會肝功能異常 那這時候是醫生開錯藥嗎 沒有啊 是另外那90%的人適合 剛好你不適合 那不適合怎麼辦 換藥就好 所以藥物性肝病的話 就是跟醫生商量 我們怎麼去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藥物 好 那再來第六個是環境的毒物 例如說很多的空污 或者食物裡面剛好有一些 毒性物質或者水源 這屬於環境的部分 那麼第七個呢 是在工廠 工廠裡面 因為有太多太多的化學物品 那麼有些人就是因為在工廠 暴露到這些化學物品 就產生了這個職業性的化學暴露 造成化學性肝病 這七種 總共前七大類 好再來第八第九第十 第八呢是膽道結石 我們在上個月我們在講膽結石的防治的時候 提到 事實上膽道結石 容易造成肝功能異常 那第九個是自體免疫 意思是說 你自己的白血球去攻擊自己的肝臟 這個在門診當中 偶爾都會有 西方人多 台灣人少 台灣人這個不多 但是假如發生的話 有藥物可以治療 第十個是鐵質過高 剛剛我們跟 在跟我們的主持人 跟我們的製作還在討論 他說他鐵太多會傷肝 會啊鐵太多會傷肝 我們節目一開始跟大家報告說 鐵齁我們鐵在體內 因為重金屬在人體內 最多的物質就是鐵 而鐵在體內 除了在骨水要造血以外 儲存最多的就是肝 就是心就是胰臟 那這麼多鐵在肝臟 二架三架鐵一轉換 會產生自由基 它就會傷到肝 所以鐵太多的時候 很容易肝硬化 很容易心臟病 很容易得到糖尿病 鐵太多真的會把器官給破壞掉 好所以這一張很重要 假如在YouTube上的朋友的話 我建議你可以把它拍下來 我左下角有一個拍照的圖 就是你假如GBT高 你一定要去查 我到底是哪一種原因 你找到那種原因 把那個原因去除 你的肝病就會好 這很重要 好 可是最後一個 因為鐵太多傷肝 我們為了要契合 今天我一開始講節目 我們的題目說 秋天容易得到肝病嗎 事實上這個事情 還需要更多流行病學數據來 support 我們臨床上感覺是 但是西醫比較講究科學證據 我們最後還是要做一個流行病學的調查 但是鐵太多傷肝 這生物學上已經是確認了 因為我早期的研究 我就發覺說鐵太多 我們提那個鐵的含量多少 跟GBT幾乎是成正比 好就像我舉這個例子 YouTube上的朋友可以看得到我這張圖 這是一個四十幾歲的大卡車的司機 那麼這個朋友呢 他是他人很好 他每半年就會去捐飲室學 結果有一次他因為忙的關係 他就大概將近兩年沒有捐 結果他再去捐血中心的時候 捐血中心就說 你的肝功能異常 你GBT太高了你不能捐 所以請他來看肝膽科醫師 結果那個時候我在衛福部的桃園醫院 他就來看我 來的時候呢 他的GBT是153 正常是40 他是153 那當然太高啊 太高怎麼辦呢 我就查了半天 他有脂肪肝 體重胖胖的 BMI28一個胖胖的 很壯的一個男生 那我說你要減肥 他說怎麼可能我很忙 我每天都在公路上跑來跑去 我每一天台灣都要跑來回等於兩趟 我沒有時間 每天都在車上吃飯 他說好 那我就跟他檢查 就發覺他鐵太高 他鐵呢是227 那很多假如了解的朋友就說 鐵碳白正常值是300以下 但是告訴大家 我們的研究發覺說 鐵只要超過123 就太高了 好就太高 就比較容易造成肝功能異常 那我們就開始幫他放血 一直放一直放 總共放了二三十次 放下來到最後 他也沒有做任何治療 吃飽乾片也沒有吃 因為沒有效 結果鐵放到很低 他的GBT降到42 就是他 就是用放血當作 治療肝臟發炎的一個工具 一個手段 結果他就 慢慢就恢復正常 他也沒有貧血 但是當然我們挺他說 比如說有一些 含鐵比較高的食物不要吃 例如說 動物內臟 紅酒 紅肉 還有酒 酒也是紅酒鐵比較高 紅色的東西鐵質都比較高 因為它本身這種金屬 它的特色是這樣子 所以白肉的話 就鐵很少 例如說魚肉 雞鴨肉就相對是少 但是那個假設是在 在紅色的肉的話就會比較多 好 那我們可能先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廣告之後再繼續跟大家說明 這個鐵太多傷肝的問題 歡迎回到酒吧新聞台 名義uncle節目 我是肝膽腸胃科 蕭敦仁醫師 我們剛剛在跟大家講說 秋天的時候因為 精氣剩傷肝 那體內的話鐵太多會傷肝 那鐵太多怎麼辦呢 除了少吃含鐵多的食物 例如說剛剛講的動物內臟 紅肉還有酒以外 不得已的時候就要放血 那剛剛我提了一個二十幾年前 我剛開始做放血的治療 那個卡車司機 那個司機朋友 他因為被捐血中心退貨 然後來肝膽腸胃科看 我們幫他放血放了大概二十次 然後他的肝功能恢復正常的故事 那之後呢我們在門診 結果看到鐵太多就會幫他放血 那像另外再提這個案子 這是104年的一個病人 他一開始的時候 GBT129 結果到了107年GBT到284 他嚇了一跳 因為一般的脂肪肝 他也有脂肪肝 脂肪肝一般GBT大概780 不會超過100 可是他到284 當時就懷疑他鐵太多 結果一測鐵是251 我剛說過鐵超過123 可能就有點風險 好我們就慢慢幫他放血 放一次兩次三次四次 放了四次之後 那他的GBT呢 就慢慢降下來 降到剩15 GBT變46 也就是說從284降到46 就接近正常了 而鐵呢從251降到15 所以當我們放血治療 不用吃任何藥 他的GBT也會降得非常的好 好那我今天跟大家 再分享一個是 今年度才恢復正常 這個是在去年 他是一個公司的高管 大概60幾歲的一個 高階的女性的經理人 他因為他到 在公司體檢 公司每年都有體檢 他以前肝功能都正常 但他去年體檢的時候 GBT高達170 一樣就是很奇怪 超音波只看到輕微脂肪肝 可是GBT異常的高 高到一兩百 那後來他被檢查說 他本身基因有一點點異常 可能對於鐵的代謝不是太好 他因為肝臟已經有點硬化了 他已經有點硬化了 因為長期都肝功能異常 那他跟我說 他50歲以前很少會肝功能異常 他說為什麼50歲以後 這10幾年每次都超高一點 40幾 50幾這樣 他一開始也不以為意 可是到去年再做檢查 已經肝硬化 我跟他講 我說因為你在 他是一個女生 女生在50歲之前 每個月有月經 月經會把血放出來 所以血放出來 就把鐵放出來了 所以他鐵就不高 所以他GBT沒有異常 可是50歲以後 因為更年期了 更年期以後鐵都積在體內 他開始累積大量的鐵 他鐵最高的時候 到達1000多 正常 剛剛講說不要超過123 他大概10倍 好 那這個病人在去年 就開始來放血 開始來放血 慢慢放慢慢放 一路一直放下來 一路放下來 在YouTube上的朋友就看得到 鐵從最高大概900多 往下一直降 降到最低剩下34 而他血紅素 放血大家都想說 放這麼多次不會平血 放了14次 他自己除了在我這邊 在診所放血之外 他偶爾去醫學中心 也放一兩次的血 所以他放血大概超過20次 他完全沒有平血 他血紅素很好 他到最後一次血紅素還有13 女生12到16 所以原來他體內的存量這麼高 他只要慢慢放不會平血的 而他的GPT 就從一開始的100多 1780 降到他在今年的4月份回診的時候 是36 完全恢復正常 他是非常開心 非常開心 因為鐵從最高這930 慢慢一路放到鐵 剩下34 而GPT也降到36 而血紅素在這一年多的治療裡面 從13.7 血紅素到結束的時候還是13 所以幾乎沒有平血 完全沒有平血 然後肝功能恢復正常 他告訴我說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說GPT從100多降到30幾 代表你的肝臟不再發炎 你肝硬化的話 停在這邊不會再往下而化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只要GPT高 就保持你的肝臟還繼續在受傷害 那當然不行 那另外我們現在知道說 原來鐵太多可以放血之外 假設你有脂肪肝 你還是要減肥才會好 那脂肪肝的話 就像我現在這張幻生片 YouTube上的朋友可以看得到 就是黃黃的這個肝 這個就是脂肪肝 我們一般的人的肝跟豬肝一樣 應該是屬於豬肝色 可不變黃黃的 這裡面積太多的脂肪 而左下角這個是超音波底下看到 肝臟會很白 假如在顯微性底下 就會看到一顆一顆的肝臟細胞 裡面都是油 那這麼多的油 這個對肝很不好 那因為油肌太多 就會產生過氧化 也是產生自由肌 會去傷到肝 那像這張 這個病人是一個 從基隆來的一個體育教練 他一開始BMI28 那到了半年以後 BMI降到24 體重從83到72 減了大概11公斤 他的GPT 就從125降到21 因為他減了這11、12公斤 就把他的肝功能變好了 那下面的圖就看得很清楚 脂肪肝本來很白 就變成恢復正常的肝臟顏色 所以事實上 減肥確實可以讓你的肝功能變好 假設你是脂肪肝的話 那我當時大概統計了50幾個 這樣的病患 我們發覺說 假設你能夠體重下降10% 大概你的肝功能恢復的機率是100% 假設你體重下降5到10% 大概有84%的恢復正常 假設你半年內體重下降5% 大概還有42% 可是你假如說都沒有 你的體重都沒有變化 只是做一點運動 那最多20%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體重降得越多 GBT恢復的比例就越高 所以我們把體重下降 當成一種藥物在治療 因為它是可以治療脂肪肝的 而且有一種 劑量跟效益的關係 也就是體重降10%效果最好 好我們最後呢 今天節目最後再跟他講一下 我們秋季的養肝死法 養肝死法 我們希望大家都能夠在秋天 好好把肝處理好 假如體重過重趕快減肥 假如鐵太多 趕快少吃這個 含鐵量高的食物 那不得已當然放血 好我們講養肝死法 第一個 你假設你沒有A肝跟B肝 請你去接種疫苗 檢查一下之後就知道 你需不需要接種 現在有疫苗好打趕快打 第二個 盡量減少見血的行為 輸血 不必要的打針 刺青紋眉 穿耳洞 共用牙刷 刮鬍刀 那這些還有一些 有一些要注射一些東西 我想那個 只要見血動作 這個就不好啦 那第三 安全性行為 真的 還是 可能要戴一下保險套 會比較安全一些些 因為這些都會 容易感染到一些肝炎 第四個 避免肥胖 請你規則的運動 現在天氣比較涼了 孩子做一點運動 我想是好的 那睡眠一定要夠 這第四點在講的事實上 就是你不要有脂肪肝 上面一二三打疫苗 不要見血 安全性行為 講的是病毒性肝病 好 那在第五個你不要亂吃藥 能夠不要吃了藥就不要吃 止痛藥特別不要亂吃 止痛藥很容易傷肝 很多人肝功能異常 都是因為脂肪肝 都是藥物來的 那再來是食物 因為台灣我們天氣比較濕熱 比較容易有黃麴毒素 所以食物一定要保存好 沒有吃完的一定要擺在冰箱裡面 千萬不要擺在桌上 隔餐還吃很容易有黃麴毒素 那個非常傷肝 再來是煙酒 這兩個東西都含有 特別是酒 酒本身代謝的時候會產生乙醛 非常的傷肝 而煙裡面有非常多的毒素 都要經過肝臟代謝 這個都傷肝 所以這些外來的化學性肝病要小心 那咖啡 鼓勵可以多喝一些 當然要小心晚上都不要喝了 否則你會睡不著 一天兩到四杯還可以 我大概都兩杯 因為研究發覺說 咖啡裡面的濾原酸 對於保護肝臟有幫忙 第二個少吃紅肉 這食物的部分 紅肉少吃 紅肉少吃 動物內臟少吃 而你要多吃什麼 綠色的蔬菜 因為綠色就是護肝 紅色會傷肝 因為紅色就是鐵 綠色裡面 因為它本身有多濾原酸 葉綠素 這些東西對肝臟是好的 綠色蔬菜可以讓B型肝炎的人 他得到肝癌的風險可以下降 這一些研究都是在公衛學院裡面 事實上就做得非常的徹底 所以保肝死法 你真的要去執行 特別是在這個秋天的時候 我們非常非常重要 假設你是慢性肝炎的話 你一定要定期抽血 超音波檢查 一定要做 這半年做一次真的一定要 好 那最後 我每次講肝病 講到最後 就把我們觀世音菩薩請出來 我就講說 肝病 或任何病 事實上都是因果關係 菩薩怕陰 眾生怕果 菩薩很聰明 當他有一點陰的時候 當他發炎的時候 他就知道要處理了 可是眾生怕果 都要等到肝癌或肝癌 才說我要怎麼辦 我希望各位聽眾朋友 聽了這一集節目以後 都學菩薩一樣很聰明 任何的體檢發覺說 自己GBT有高 就知道要小心 要趕快處理 不要等到後面 等到後面肝硬化肝癌 才擔心說我要怎麼辦 好 大家都一定要定期的去做檢查 好 我想我們今天節目就進行到這裡 我是肝膽科蕭敦人醫師 非常謝謝大家今天的收聽 再見 請介紹一下 已忘記了 轉眼睛 我也不要不在閉上 兩位 用時候 閉上 試驚慮 最金